通过念阿弥陀佛往生的西方净土 以内在的西方净土是否是无二无别的 实际上不一样的 实际上这个内在的极乐世界 是我们内心的这个极乐世界 是内心的智慧 它是无方佛 然后无方佛有无方佛的差弹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内在的极乐世界 然后我们平时在净土讲的极乐世界 它就是一个在世俗里面的一个外在的世界 外在的世界 比如说我们地球上也有很多非常幸福的地方 也有很多很糟糕的地方都有的 所以我们这个宇宙当中 就是有些地方是非常糟糕的地方 痛苦的地方 有些地方很幸福的地方 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一个是外在的世界 一个是内在的 这两个有点不一样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